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近來有媒體大爆Anson Lo 利用這次Chill Club的點票制度的漏洞 所以就可以令到他得到16萬的支持 老實說他利不利用這個漏洞 都會給他 但是他不單要獲獎 他還要獲獎 還要獲獎16萬票的勢 利用漏洞獲獎16萬票的勢 令到他覺得自己理所當然登上MIRROR的一哥地位 當然媒體不放過去 近來有個網絡已經爆了他利用漏洞 究竟怎樣呢 對於姜濤來說 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漏洞 其實我們一直都只不過不屑用 今天就跟大家大爆這個消息了 在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和劉國賢一個深深一個笑容 怎樣都可以 和課金支持 今次這個超級頒獎典禮 就真是一浪接一浪 我的這樣的消息 基本上是每一天 我跟你說是每一天都不斷有更新 和不斷有爆料 今次就有一個傳媒爆料出來 就說這個超級頒獎典禮 基本上在今屆 就傳了一個嚴重的漏洞 接著人們就說 怎麼會有漏洞 有這個會計師核實票數 這樣 這個媒體就大爆了究竟 會計師怎樣核實票數 以Anson Lo怎樣利用這個漏洞 滲透怎樣配合 令到Anson Lo再一次 無論在票員上 票數上 以及根本就是給他 這樣就非常誇張了 原來這個媒體就大爆了 這個電話 電話卡這個漏洞 首先要說第一件事 就是超級有用這個會計師核實點數 但原來傳媒就大爆了 會計師的功能 大家記住 功能 只是負責核實點票數字的正確 明白嗎 不明白 那個人跟你解釋一下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 會計師就會核實票數的真偽 原來就不是 原來根據這個媒體的報導 會計師的功能 就是點票的功能 就是點客有沒有點錯票 意思是 假設我的歌手獎點票 譬如當他有20票 在20票之中 他就會檢查 其中原來12票 投給A的3票 投給B的5票 就是投給C的 這樣 這個會計師的工作 就是把這些票數核實 這12張 先看清楚 第一張 投票A的 第二張投票B的 第三張投票C的 意思是 他的最主要功能 就是看那條票 究竟是否投給A 還是投給B 還是投給C 就不會說原來12票投給A 原來最終有人 點完票之後 原來有19票投給A B是0票 C是1票 這樣 那麼會計師就負責抽查 和確認每一條票 是投給誰 好了 這個跟我們認知有極大的差誤 因為在我們基本 generally 所認知 以為 他們的會計師 就會核實 他的票的真例 原來 就不能核實了真例 他只不過是核實 我的票 是投給誰 這樣就大了 這樣就糟糕了 這樣就大件事了 我都用一個比較緊張的心情去說 那就是說 那條票 基本上寫給Anson Lo 那會計師就說 原來這條票給Anson Lo OK 一條票給Anson Lo 就這樣 他根本是不會核實 那條票究竟是由一個人投 還是一個人分身十票去投 原來並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認知問題 我只可以說 可能一向是我們不清楚 我們不知道 原來核實票數是減了核實的 並不是我們心目中想想的 他會看這張票是真還是假的 真的投給Anson Lo 還是投給姜濤 還是這個是分身票 要取消 原來不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根據這個媒體的報導 好 第二點就是 這個實名制 原來在這次超級的安排之下 根本上超級沒有要求重新驗證電話號碼 沒有驗證電話號碼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當你登記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用自己的卡 意思就是如果有人 以實名制在上一次上一年 登記了一個電話卡之後 理論上他就會消失了 消失了之後 但是實名制 超級就沒有再重新驗證 所有的投票戶口的電話號碼 是不是失效 即是基本上就沒有再丟一個新的訊息 去核實這個電話號碼 是不是依然有效 依然存在一個真實人的登記 依然可以投票 咦?那就大件事了 如果我照媒體的報導 可以理解為 如果去年 假設 真是怎麼說 如果萬一有個神徒 很想Anson Lo拿票 去年已經用一個人的文 開了十張電話卡 開了十張電話卡 即是去年他投了十票 他又很有首尾 記錄了電話號碼 今年呢 因為我的紀錄員 基本上你可以取消了他 第二年你又可以 因為他取消了他 在他名下 應該是理論上沒有他的名字 當然他還有自己的電話號碼 即是不要那麼複雜 總之他十個都消了 然後今年又投票 今年又用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基本上名下沒有任何電話號碼 即是有簡化 怎樣解釋給你聽 接著他又用十名登記 登記十個新的電話號碼 接著這十個新的電話號碼 接著就超級 這樣就要重新登記 又要驗證 因為我十個電話號碼 剛剛認證登記 所以就沒問題 發個短訊去認證 沒問題 原來他可以用去年 我十個電話號碼 因為我十個電話號碼 已經開了投票帳 亦都沒有取消 他可以一年之內 帶下去今年的投票 即是說一個神圖 可以有20票 是不是這樣理解 明白嗎 即是說 我的媒體就說 是呀 原來是 咦 那就誇張了 原來 我們如果這樣推演下去 即是說神圖的數目 我就當你有16萬票 我簡單點 其實有些15萬票多 我當16萬票 簡單點去描述 16萬票 我當初就以為一個人 十張卡 即是說有萬六個神圖 去開十個帳戶 即是我當個個都是這樣 即是我要簡化一點去描述 OK 即是坊間那個理解 即是所有其他一些 特別是薑糖的理解 喂 如果一個人可以投20票的話 投20票的話 咦 這樣 即是說 我們只有八千個神圖 只有八千個神圖 我當他一個人有20票 即是八千個神圖 已經可以投到16萬票出來 好了 再進一步了 再衰些去想 喂 如果我有一個神圖 我說不斷去買電話卡 這一年 對上一年 365天 對上一年 我當每個月開十張電話卡 開完取消它 開完取消它 接著 每開一次的帳戶 就在超級的系統上登記多一個帳戶 我當每個月開十張電話卡 我當每個月開十張電話卡 OK 可以認證的話 即是說 120票 如果120票的話 假設有16萬票的話 如果大家計算 記得好的話 即是說 我總共要有1333個 這麼積極的神圖 每個月開十個電話卡 已經可以造就到16萬票出來 是不是 如果我再激一點 在說 我每一天都開十個電話號碼 每一天我都去超級那個系統那裡登記 即一個新的投票帳戶 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十個 那365天 我每一天登記十個 那已經可以 一個人已經有三千六百五十票 三千六百五十票 那我有萬六票 三千六百五十票 即是說 我有43個神圖 每一天都在做同一件事 這個極限 每一天十張電話卡 已經我覺得很誇張 OK 43個神圖 已經可以造就16萬票 這個系統出來 誇不誇張 我覺得是非常誇張 如果這樣推演下去 當然就應該不會這樣做 如果你真的用43個 那些不是神圖 那些是造票黨 那些是造票機器 對不對 這個為了令到Anson Lo贏 而組織一個43個人 甚至可能50人 我不知道 因為43個人太辛苦了 真的不用放紅假嗎 新年啊 不用拜年嗎 聖誕 不用去何聖誕看燈飾嗎 其實說 如果你有錢 現在坊間一張 要十名職的電話卡 我記得最便宜 33元 每一天 每一天 十張 每一天 就死330元 乘以365天 那就是說 總共要用12萬 就可以投到3千多張票了 OK 12萬 12萬 OK 一個人用12萬 那我剛剛說 最少限度要有43個人 43個人 就是說過十八千萬 十萬八百 如果是這樣 我真的用517萬9千多元 就可以拿到16萬票出來 五百多萬 那如果 我不知道 有沒有人可以拿到五百多萬出來 我不知道 對不對 但是理論的數字是這樣計 理論的推演是這樣計 那這個就是漏洞 那怎樣可以導致這個漏洞 其實也是非常簡單 你在每一次 當超級要投票的時候 你投票的時候 再用那個登記的帳戶 的電話號碼 再一次去認證那個電話號碼 是不是存在 是不是收到那個認證短訊 那就行了 已經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但是這次已經不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一直有人想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做十六萬票出來 當然 你說一個人 有十張count card 那麼 萬六個神徒 已經可以做到這個成績出來 是不是 萬六個神徒 原來更加 原來這個漏洞之下 基本上你做多少票出來 就可以 基本上你有錢 明白嗎 即是 整件事 媒體爆了出來 就說 喂 原來這個 這個超級班長典禮 你其實不用投票了 你不如拿五百萬出來 跟著和超級說 我要哪個贏 這樣已經可以了 對吧 其實我現在計算數拿五百萬出來 已經可以買到獎了 那我用不著這麼辛苦去投票 你不如直接拿一塊錢出來 是不是?拿一塊錢出來 去Chill Cup那裏說 這樣吧,我現在拿五百萬 你給姜濤贏吧,好嗎? 你知道,如果神徒要隔五百萬用什麼? 老實說,輕而易舉 拿五百萬出來給Chill Cup 我這次一定要拿金獎 連買電話卡登記也不用 但又不是這樣說 因為你有會計師 會計師會核實票是否投給誰 但這些事也是系統可以做出來 你拿五百萬出來,有人幫你搞的 不如這樣吧,買獎吧 以後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無謂浪費心機捱眼睡 老實說,回想起Chill Cup投票那一段時間 我真的見到一大群姜濤 真是很努力這樣投票的 當然他們有時候一個人 老實說,就不只投一票的 不過肯定沒有那麼誇張 不會一個人投到三千多票出來 不可能 但是他們都很努力去 叫他身邊的人一起投票 實名登記電話號碼等等 這個,你看到他這麼努力 原來我這樣看那個媒體爆料 然後我用一用我 真是膚淺的數學計算 原來拿五百萬可以搞得定的 那當然不用那麼辛苦了 大家不如去聽多些姜濤首歌 然後下一次就找 我不知道誰是FC 隨便說 我們現在把雜資 雜資降斷到三連霸 下年就降斷到四連霸 看看可不可以 可能會一直 叫做永恆下去 讓他拿藍金獎 四連霸、五連霸、六連霸 那不理會 他喜歡 他喜歡什麼獎給他就可以了 他下次一個人 出席了整個超級班獎店都可以了 沒有所謂 你不用如其他人這樣解釋 那下次不用那麼辛苦 你雜資五百萬 然後給超級 我要這個藍金獎 然後他就說 多謝 多謝這位老闆 你還想要什麼獎 你看看這個跳舞大獎也很好 跳舞大獎也很棒 有沒有興趣 搞錢 如果一個獎就五百萬 兩個獎就有 八折 八百萬 可以買到兩個獎 那如果有三個獎那怎麼辦 還好 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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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五十萬 三個獎 買了給你 好 成交 那你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還要投票開帳戶呢 不用了 對不對 就是浪費心機眼睛睡 那當然那個 實際中國不知道 這些全部就是 如果根據媒體這樣去報讀 這樣去運算出來 就是這樣的結果 就是如果你說這些 數據分析的運算 你會交給高欣仔 你說那些招出來 馬上想到這些 對不對 就是這些已經是 想都想得到 所以已經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這麼厲害 有十六萬 十六萬票這麼厲害 大家很天真地說 當時看一下 教主碼頭 可以拿到十六萬人出來 拿到十六萬個頭出來 拿到十六萬張電話卡出來 當時 當時 在天星碼頭 在天星碼頭 慶祝生日的時候 那時候 真的要冥謝電話卡 當時 那時候要整件 整件衣服 我建議Anson Lo 整件衣服出來 那件衣服 就怎麼樣 就好像人家 隨小鳳登台 就做些珠片衣服 但是Anson Lo 不要做珠片 就把電話卡 貼上衣服 一樣 閃亮亮 金色的 銅的 那些電話卡 就把十六萬張電話卡 貼上衣服 那就可以了 那真的很應景 贏了 贏了 我告訴你 那時候 你的粉絲 一百六十萬都有 對不對 不是開玩笑 所以 怎麼說 看到這些新聞 都很為之谷氣 老實說 原來這樣玩法 你不核實 你不核實 那些電話帳戶 究竟是不是 再繼續傳載 電話號碼 的話 那這樣 是沒有意思的 那就是 你下次一百六十萬 都做到出來 你有錢就可以了 沒有所謂的 你有錢 做到一大班人 就是我剛剛這樣計 其實基本上 你請到43個 年終無休了 一年365天 不斷每天 就買十張電話卡 就去投票 這樣就做了 十六萬票數出來 如果是這樣 去運算的話 所以 真的 真的 沒什麼意思 我這樣看 除非真的要改革 超級 真的要改革 你一定要 真的要核實 我建議 但是如果 下年 再超級頒獎典禮 你都看到 我都要密切留意 如果 還不核實 那個電話號碼的話 再不重新核實電話號碼的話 你核實了 最多一個人開十張 你不核實的 一個人可以開一年三千多張 這樣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對吧 你核實了 都可以把減幅變成一人十張 對不對 這樣也叫做有得玩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下年再默實 那真的不玩 老實說 說也免得說 當時真的沒有人投票 當時你玩了 OK 一個人上台 一個人拿了所有獎 那就很威風了 就是這樣 好 今次姜濤的中日新聞報導 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